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听友大家好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为静法师讲述的 《纯粹的静土法门》 两种静土法门 第一章 《瑞堂静土与宋明静土》 法师自谦 我不识讲经 也不识开示 即使现在和大家相聚 也只是限了 两种静土 静土法门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瑞堂静土 一种是宋明静土 瑞堂静土 纯粹的静土 瑞堂静土 就是指静土中善导流 也就是上传龙树 天亲 坦恋 道卓 一直到善导 这一法密的静土教理思想 它是非常纯粹的静土 不参导 不参导 不旁杂 因为顺畅 所以正确 因为不参导 不旁杂 所以没有磨利良可 依照这条法门修行 就是所谓的 一百个修 一百个往生 一万个修 一万个往生 也就是说 只要依照这个法门去修 任何人都能够往生到 既落世界 当生就是既落圣众之一 这个就是瑞堂静土 也就是指善导流 这一静土法门 宋明静土 参集的静土 宋明静土 就是北宋 一直到明朝 以至到清朝的静土 这个静土 与瑞堂善导大师的静土相比 虽然同样都是静土法门 但内容却不一样 因为宋明静土 已经参集了天台 华言 禅宗的思想在里面 所以看起身 教理很丰富 很磅薄 但是已经参集了 圣洞门的思想 其结果就是导致 修学者对往生大事 心存不确定 与不安 法宝为失 为什么宋明静土 会不顺 因为善导大师 这一幅白的著作 也就是天亲菩萨的往生伦 谈恋大师的往生伦柱 道却大师的安乐习 善导大师的五步九卷 除往生理赞 被唐朝自身法师 偏传于 习诸经礼颤仪之中 得以保存之外 在唐朝末年 就逐渐地 围失于我们中国 而流传到了日本 并在日本发阳光大 清朝末年 杨润山居时 通过日本朋友 将我们中国 所谓失的经论 又记回来 并在南京 设立 金陵黑经处 将这些 已经失存的经论 黑板印刷流通 正因为善导流 这一幅白的 淨土教理思想 在唐朝末年 就失存于我们中国 导致以后的高僧大德 自修淨土 或混用淨土 因缺乏 这一块墨的教理书籍 作为依据 只好各自 依据本中的教理 来解释 所以天台 就以天台的教理解释淨土 华言 就以华言的教理 解释淨土 善行者 就以善宗的教理 解释淨土 这样淨土 就不顺趣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你的聆听 与陪伴 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